我是Yuki 我是一個food and lifestyle blogger Hello 我是化妝師Lauren 今天要變身的造型是 這個是Gigi Heidi 從來沒想過自己可以 carry 到這些造型 還有沒想過可以做到Gigi Heidi的風格 小時候我會覺得很介意別人怎樣看我 大過了之後我就覺得 I don't really care 我為什麼要care你說什麼呢 早幾個月才在連登被人post出來說 這個foodie經常都show腳 又不知道自己的腳肥 幾年前的我一定會不開心 又找朋友掃苦 但是我看到的時候 我真的得一口笑 做得很好笑 你在我生命中完全沒有一個地位 你喜歡說什麼都行 你不會影響到我心裡的想法 正如Taylor Swift說 Haters gonna hate 你繼續說你的 我又繼續當笑話題 你為了討好一個人所說的 而去做些事情來改變自己 但是你討好A的時候 你又討好B和C呢 我覺得香港人的審美觀 是有一點落後的 你看看外國英國 Adele 她一點都不瘦 但是她唱歌很好聽 但是每個人都這麼喜歡她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她有她自己美麗的一面 即使肥也可以做得很美麗 我很喜歡想中的自己 因為覺得很有自信 嘩 嘩 你們玩這麼大 今天我要做這個 步邊直 沒有 我覺得她其實是 我們這個棉花糖女孩界 裡面的第一名 完全真的每一次出鏡 都是充滿自信 我覺得我挺適合這個路線 化妝是一個漂亮的行業 我也有做雜誌 接觸很多模特兒 你每天看到 很漂亮 腳很長 很瘦 你也想試一下可不可以改變 我又去做運動 或者做健身 我永遠都是三分鐘熱度 那一刻 做完那一刻 流完很多學很辛苦 之後 轉頭約朋友去吃飯 做的事情就得到白費了 我自己覺得做人最重要是開心 別人跟你說什麼都好 都是說過一下 但是你如果因為那一刻 而不斷自己在想著 這件事令自己不開心 我覺得這件事很不值 其實我覺得自信這件事 又不是真的身材影響 其實是自己心裡的影響 我也挺喜歡想中的自己 我覺得很好玩 而且整個感覺是很不同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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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